主料,猪蹄600克,辅量,油,盐,葱少量,姜少量,花椒少量,大料少量,柜机一块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。 猪蹄去毛洗净,剁成小块,捉水去雪墨再焯水,事先煸香,放入高压锅内,放入猪蹄加少许盐,加适量水墨或猪蹄30分钟后出锅,去掉浮油后再去骨粥切小块,放入容器中倒入圆汤放冰箱冷藏,成品,烹饪技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